这天是幼稚园举行的挖地瓜活动日 因为玫瑰班的人才济济 松板老师信心十足 还吐槽起其他两位老师让他们要加把劲 接着还指出他们班的挖地瓜高手 此时玫瑰班的猎豹已经下达挑战书 见对方如此嚣张 迷你忍无可忍毫不犹豫就答应了下来 然而小新对这种比赛一点兴趣也没有 他只想悠闲地轻轻松松挖地瓜 这时小爱过来表示要和小新一起甜蜜双排 然而小新却只想一个人挖 不过小爱可不会这么轻易放弃 郑南健壮也想要加入 却被小爱无情拒绝了 心里备受打击 突然脑袋开窍想到如果自己成为挖地瓜最多的那个人 小爱一定会对他刮目相看 于是一向唯唯诺诺的郑南这次也展现出强硬的一面 势必要赢得今天的比赛 紧接着比赛开始 玫瑰班的高手仔细勘察了一下 接着就一手从地里拉出一连串地瓜 瞬间就满满的几箩筐 如此惊人的操作让小朋友们都看呆了 然而一旁的小星却在忙着挖土堆山 把挖地瓜的事望得干干净净 在小爱的提醒下 这才恍然大悟 于是小星便从自己挖的这个坑继续往下挖 片刻间就挖出了一条很粗的藤蔓 跟小爱手里的一笔简直天壤之别 接着小星试着把它拔出来 却无济于事 这边的地瓜高手仅凭一己之力已经挖出很多地瓜 相比之下胜负已经很明了 这时小爱过来寻求帮助 封间过来一看 这么粗的藤蔓断定这是一个巨大的地瓜 反败为胜在此一举 接着在几人的合力下 却只拔出一个小地瓜 小星这时还不忘开启玩笑 不过就算是这样的地瓜 也挺呱呱 就这样在众人倒下的瞬间 一个无比巨大的地瓜就此问世 小朋友们瞬间惊呆了 玫瑰般的高手一眼就认出 这是一百年才出现一次的梦幻大地瓜 就这样向日魁般凭借这个地瓜反败为胜